2023赛季中国平安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的比赛直播 中超联赛新赛季迪伦 也是中超联赛新赛季的节目战 由北京国安坐镇北京雇人体育场 迎战来访的梅州客家 一开场感觉梅州进行赚得很快 你看这场比赛准备得非常充分 门架出击空门 中路还有机会 恩加德乌将球破坏掉 踩个单车 没有机会突破给李磊 李磊左脚直接传中 到后点 杨立于投球顶到 这个时候力量太小 叶楚贵开起来 中路这个落点不错 同球能掉出击失误 球还有机会 左脚打满 球打偏了 小球右脚开起来 中路 机会 这球感觉幸福来的点太突然了呀 先把球护住 再给汪刚后点两点包装 传中 北方二队员铲了一下 汪刚还有机会 一对一单挑度加利器 再传 好球 这个时候在前点铲射 球擦着远端立入出了底线 后点还有国安队员在包抄 只可惜 稍微慢了半拍 如此难接球 自己往中路突破 左脚有机会 大跃射了 阿泰米先往右侧带 给到王刚 后点有阿德本罗 王刚持球 王刚到进区里边 直接打门 传导啊 还是很流畅 机会 雷贤 球进了 一比零 梅州客家 一个很简单的 接外球战术 叶楚贵 左脚抱射得分 北京公安队赛 主场先丢球了 这是一次让人难以置信的 接外球防守 居然漏了这么大的空担给对手 二点还有李磊 李磊左侧 直接再传 杨立宇 左脚的射门 提球滑梦而过 这个球呢 打凌空 半转身的射门 难度非常大 杨立宇已经完成得很出色了 可以说这球传呢 非常漂亮 包括杨立宇这次前叉 已经很多次的这种前叉 体现了杨立宇这种冲击力 这种特点看 张细哲看到左侧队友了 但是这个转移传的不是特别好 后卫失误了 阿德本罗面对如此难 阿德本罗进进去了 阿德本罗内切 漂亮 打进角 承越磊做出关键扑就 用右掌将球拖出底线 利用跑出的二孔当 自己带到进去里 面对三个人强托 突进来遇到失门 这个时候没有打开角度 被门将没收 阿德本罗这次一对三啊 技术还是很娴熟 自己往中路带 阿德本罗 看看这次三个人传 好球 阿代米再过摔倒了 马宁底线并没有看法 方路远将球踢出底线 矢量在向马宁示意 阿代米有假摔 前天的视频助理裁判 是时针路和关长亮 对 这球马宁应该在等待 VR的这种视频介入 马宁看完回放 点球 这个球判给了韦星光 一个点球 张细哲助跑 右脚 什么 偏过了程越雷 一比一平 北京国外队通过一个点球 将比分追平 这是国安新空体的第一例进球啊 来自张细哲 到左侧 阿代米罗 阿代米罗到了进区里边 走外线 阿代米罗 左脚船 跟进 好球 踢死了 还有机会 杨立宇 这是程越雷把球挡了出来 点儿确实也较上进 看看这次好球 李永嘉 这是他擅长的持球推进 给到左侧 边路杨依林 杨依林是替补登场的 李永嘉套边 杨依林那些右脚的胜门 打在中路 恩 江德鲁给右侧 江向右是有一对一单打能力的 先扣到左脚 直接传一个 好球 打门 漂亮 放后这球没进 但是越位了 但这球我们看江向右的传球啊 很有想象力啊 给到左侧 队友前插 尹洪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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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能不能处理好 往中路来 尹洪博的机会 漂亮 在变向左脚 调整 打打 非常漂亮 尹洪博 这次前插 德索萨给左侧 李磊 李磊 左脚直接往进区里边 掉 头球蹭了一下到后点 绕尾辉 这球顶给了程越来 老尾辉这球处理的 非常冷静啊 主打扮马宁 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北京公安 是在新赛季的 主场节目战里边 1比1